好,聊完了关于拜师,学艺,还有师父,授徒这些方面的一些武林中的规矩 接下来我们聊聊江湖中的规矩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江湖 我们经常在听到说庙堂与江湖 庙堂好说,也就是帝王家,那些所谓上层建筑,官府,体制内,这些都被称为叫庙堂 而那些平民社会被俗称叫江湖 但是这个定义实际上是比较模糊的 真正的江湖的出现实际上还是要到明清时期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期经济发达,人口增加 然后人口的流动性也增加 所以传统的那种局限在地面上,或者说局限在各个地方 鸡犬之声,相闻,民智,老死不相往来的这种传统的礼道 已经无法再圈置住人民它的一个流动 所以传统的这种封建的礼教就开始日益的衰微 而江湖社会正式兴起 在江湖中,有很多人讲究所谓的江湖规矩 那是一种相对于白道社会来说 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规则 但是在这个规则中,它没有一个统一的 具有执行力,强制力的一个机构来仲裁 所以在这里其中有讲规矩的,也有不讲规矩的 有心狠的,也有心不狠的 所以武林的规矩实际上是一个安身立命保护自己的规矩 在武人,也就是练武者 他的在行走江湖的规矩时候 一般来说有这些 我们曾经在人人上或者微博上 包括在微信上都有过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影视区中那些武器大侠 包括像是小说中那些大侠 他们行走江湖可以没有任何的劳动收入 但是到哪去 不论吃饭还是住店 还是得救济别人 一掏就是一大碗银票 我在这里向大家做一个解释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 是不是实际上是小说中或者是武侠片中 他一般来说没有名说的 那就是这个大侠 他实际上还有另外一重身份 哪一重身份呢 他可能就是一个官商 也就是说他虽然不经商 但是的话 他是作为政府的一个边外公务员的身份存在 他在这其中的话 担任着像民进 他打在民间 他游走在民间 但是的话像官府 在这边的话提供一些情报 包括我们最基本的话 就能看到像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陆小凤传奇里边陆小凤 他也光帮官府那边破案 我们看起来感觉是 在电视剧中 他是好管闲事 但是实质上来说 他实际上也算是在这其中拿工资的存在 要不然他到哪里来的花销是来给他各种吃穿享受呢 所以这些大侠他们在行走江湖的时候 他们自己要遵守规矩 同时他们的一些言行也无形中树立了规矩 在这其中我简单的说一部分吧 因为武林的规矩实在是太多了 曾经有一本书叫江湖海底 在其中包括了很多的黑话 还有很多的那种武林规矩 我到现在没有看完 因为它是一个书版字 书版繁体字 看起来特别复杂 好 现在我先说一些关于练武者 他行走江湖的一些规矩 首先是你作为一个练武者 你要是到各个地方去拜会的时候 你要首先凸显出来 你是一个习武者吧 那首先的话抱拳 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 就像每次开篇的时候 我在这边开讲 我的抱拳也就是一种传统的抱拳 我们在民俗中的抱拳是这样的 民俗中喜事的抱拳 右手维权 白事的抱拳 左手维权 在江湖中正好反制 如果说是切磋 如果说是友好的拜访 那么左手抱拳 如果说是你是想来做生死之交 或者说是想来做生死搏杀 生死格斗 我是来那个的 我是想来踢馆的 我来扬名的 那么还是右手维权 这就是两者 民俗跟武林之间是反着的 当然现在的话 还有其他的抱法 就比如说是左手维杖 右手维权 一文一武 一阴一阳 这样的抱法 当然了 在八级权的抱法中的话 它是反制的 它的抱法一般是这样的 它正好的话 跟这是八级权的抱法 而传统的话 他们的武林中的抱法也有这种 所以流派不一样 风俗不一样 所以抱拳的礼节也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的话 这个在武林中是共同的 但是它和民俗中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 嗯 就这样说 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去学民俗的那套礼仪 抱拳礼仪的话 那你最好是上版杜去搜 但是如果说是想要去学的是武林那套礼节 抱拳礼节的话 最好是跟我这边的话 那个动作 来模范我的动作 他们在武林人是他们在寻找江湖的时候的 有时候会出现一个武术中的一些切磋交流 切磋 咱们另外说 先说交流 交流的时候就可能是我们互相的话来聊聊权来增长一下记忆 但那个增长的时候不能是单方面的付出啊 你把我的老底都掏干净了 然后我从你这什么都没获得了 所以一般来说这种是所谓的交流是一个换拳的过程 什么叫换拳呢 我有拳你也有拳 我会一部分拳 我会一种拳你也会一种拳 所以我们就直接可以交换 比如说我是太极的 你是行翼的 你教我十二行中几个动作 我教你太极拳中几个动作 你是练八卦掌的 我是练八级拳的 我用我的一个八级拳的套路换你的话 八卦六十四手 这就是换拳 另外在行走江湖的时候 江湖人他一般的 安身立命 一般的话靠吃三碗饭 哪三碗饭呢 交演打 交就是交朋友 我是个练武的 我过来的话到你这家富家大户 我过来的话 你也是练武 好五人 我在这边的话 演两趟把戏 然后来结交一下朋友 来蹭顿饭 这叫交手 这叫交朋友 然后走这家吃上顿 然后走那家吃下顿 这叫交朋友 交 然后演也就是 穷困武潦倒时候的话 又不惜的去拉不下这个面子去蹭饭 那怎么办呢 摆个在路边人流大的地方的话 去摆摊卖个亿 挣个几文钱 然后凑够一顿饭钱 这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这叫演法 也就是所俗称的接头卖艺的 另外一种是打 就比如说是 你是专门的话 你去踢馆 踢完别人的馆之后 你自己再开一个武馆 然后这样 那样 就是你就扬了名 然后也慕名而来 一堆学生和徒弟 这样的话 他们给你要学费 然后供你这边 过场好日子 这叫打 所以当时在叶问一 真子丹的叶问一中 金山找 说了 他跟几个师兄弟一起南下 到佛山这边去 打遍了佛山各大武馆 实际上就是抱着这个目的 江湖人吃饭中的打法 所以江湖人吃饭 一般是交演打 在这个打的时候 还有演的时候 一般来说 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去 我是去卖艺的 也就是说是图着观众交个好 有些人就喜欢多个嘴 叽叽歪歪在旁边话说 这个练的不行 那个练的不行 然后这样一言不合 就打起来了 所以这样 这种时候 一个伤和气 另外一个是 也容易出现意外 最后结仇 而且有些人他也会砸场子 也就是故意到这里的话 来打架闹个事 但是在传统规矩中 你砸场子这种行为 一般来说的话 就等于说是结仇 所以真要动起手来 就真的是往死里揍了 但是如果说是踢管也好 砸场子也好 如果说一方输了 那么输的这一方日后的话 还想再找回这个场子或者叫面子 就是找回这个面俗称叫找场子 你要找回来的话 原来赢的那一方必须得应战 这是个规矩 因为你打了人家 你把人家打赢了 你得了名手 但是人家打过回来的时候 你却不跟人家打 人家即使有能力再打赢你 却永世不得翻身 因为你不跟人家打 所以这样不公平 所以这里也是武林的一个规矩 我把你打赢了 你日后的话 回来找我的话 再来挑战 我必须得应战 这也是一个砸场子和找场子之间的规矩 另外很多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他习惯到一些公园 或者是其他的演武场上去找一些老拳师 他们去切磋 或者说是去学习一些技术 在学习的时候 如果说交情不是特别深 或者关系不是特别熟的时候 一般来说要遵循的原则就叫留力不留技 也就是跟之前我们讲的同门之间 留力不留手是一样的 因为你全怕少壮 这是个自然法则 年轻人你总是体力爆发力 还有那个力量都要比老年人强 老年人强在哪 经验和技术 所以你是去学技术的 所以你就老老实实留着点力气 让老拳师用技术来给你做一个示范 如果说你硬要去用力量去反抗老拳师 老拳师这边的话也怕被你给打坏了 所以他自然就无法留守 那就只能用他杀伤力最强 或者是最老大的招式来杀你 来打你 所以这样的话 一般来说会出现两败俱伤的情况 所以一定要记住 如果是向门外人挑战 千万不要留守留情 但是如果是像不熟悉或者是不认识的老拳师在切粗 或者说是在学习一些技法的时候 一定要留三分力 这个是一个铁律 然后武人虽然说是他在交往的过程中的话 有着非常多的规矩 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尊严 我们说了这个不能打那个不能打 但是什么情况能打呢 就是叫武人武练武者 在被侮辱了家国师门父母的时候 是不能惹的 因为侮辱了家国 明白你的国家受辱 师门你是练这门拳的 你却不能保护师道的尊严 师门这个权种的尊严也是不可取的 然后还有你自己的父母 我们曾经都说过 男儿是跪天跪地跪父母 既然说是自己的尊严的话 是能够只能给天地父母 包括师门 但是为什么当师父当父母受辱的时候 武人一定要站出来 维护自己的尊严 所以说法就是除了家国师门父母 被受辱了 不能忍其他的皆可忍 此外在我们在行走江湖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很悲剧的 误入到一些的争斗之中 莫名其妙卷入到一些争斗之中 你可能只是个路人甲乙丙丁 但是很遗憾 你被卷入到这个漩涡中去 怎么办呢 呃就要做到 见着冲突 你不起身 但是呢 你的目光要那个直视 他们这边的话 呃 起冲突的这几方 为什么呢 你不动身就没有威胁 就证明了你不跟任何人一伙 人家如果说要清场 你就跟着出去就行了 如果你目光直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也是有两下的人 你不怕事 但是你不惹事 如果是晚上走的时候 碰上了警察抓贼 或者说是那个碰上了不明黑社会之间的话 那种追杀 呃 他们那之间相互争斗思差的话 贴着墙根 静悄悄的快速离开 因为这样也是一个证明 你表示你与此事无关 这样一种情况 因为五人在行走江湖的时候 呃 处处都要小心 时时都要提防 很容易会遭到暗算 所以一般来说 叫呃 爱惜自己的身体 不要随意去吃喝别人的东西 这个里边最简单的例子 那就是呃 我们经常看陈真系列的电视剧 电影中 包括尤其像金武硬魂熊之类的这种 他那个师傅会员甲 因为被人下了毒 然后在比武前夕的时候 被人下了毒 然后在比武场上当中被日本人打死 所以虽然说这个呃 不知道到底的话是真是假 但是从这个情况中可以反映出来 呃 江湖社会本来是一个凶险的社会 做到实时地方 再怎么小心也不为过 说完了这么多 我们也会再个看到 我们再补充一点东西 在电视剧中 尤其是很多的电视剧中会出现标局这个形象 标局他也是一个经常行走江湖的存在 而且我们之前也说过了中国武术的几大渊源之一 标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标局中的标师他也是会武艺的 呃他们行走标一般来说分为三种标 威武标 仁义标 暗标 威武标好说了就是升起标 其实升到那个旗杆的最顶端 然后呃走几步的话就要喊一声标局的名号 这个和像这个是一般是这个标局比较大气 然后功夫比较高 有能够镇得住场子的人 或者说开辟了这条标路 这个路上边的话基本上都被他们踩熟了 很多的话陆林好汉或者是那个呃强盗想马都跟人家关系好 或者有认识不一般不抢劫他们的货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喊的是威武标 也就是走到哪标局 那标的话就喊了哪啊 谁谁标局来了 然后呢谁谁标局 那个呃其他人的话 那个注意啊就这种这叫威武标 仁义标呢 就是一般他那个旗还要升 但是一般升到旗杆的中间部位 呃也是那个名字 但是不再喊标了 就只是亮出来看到的人就知道啊 没看到的人的话 呃不知道 就是这样 然后暗标就是一些你那个标路的话 你没有走特别熟 旁边的话 那个路上非常不安全 但是呢 互送的东西又特别贵重 怎么办呢 把它呃装着把标诗打扮成普通的旅客 把呃压标的东西 就是这个标物 把它呃打包成行李 偷偷就带在身上 悄悄上路 一路互送到目的地 这叫暗标 所以不论是哪种标都建立在呃 这个标局 他对于江湖这边路数 他知道多少礼节 以及他对于江湖这边 他拥有着多大的掌控力 江湖呢 他是一个人吃人的地方 也是一个人挤压人的地方 永远是一个新老交替的时代 非常残酷 所以身手好 脑子不够用的人 他是活不长的 嗯 身手并不怎么样 但是脑子足够的人 他终究能活的会更长一些 斗拳呢 他如同兵法一样 所以我们之前说过 从来拳法通兵时 不同兵法莫洗拳 所以江湖行走 或者是武林之中 永远都不是一个 争强斗狠的地方 也有比武 也不是一个争气斗狠的事情 保证自己的安全 然后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候 发出致命一击 这才是中国武术的真谛 所以有句老话叫江湖混老 胆子混小 在我看来应该反过来 只有胆子混得越来越谨慎的人 他才能够活到白头 所以我认为这句话应该是胆子混小 江湖混老 为什么我要讲这些武林的规矩 也就是他很多实际上跟我们现代的社会的规矩 也都是一样的 你在出门的时候 你要财不外露 你要不能随便吃喝别人的东西 然后有些事情 有些自己的尊严不能忍 其他东西的话都要可以忍 然后在出去进行交流的时候的话 哪些规矩要明白 这些东西实际上流传到现在 还是很多地方都是还是通用的 只不过我们没有特别的关注它罢了 对于我们来说 了解以及学习 或者是认识某些规矩 并把它作为你人生中的一些处事的风格 和处事的信条 我想还是有必要的 好 这一讲就是这些 再会